大家好 不是蒙不過家 不是真人不露相 歡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門道 好 今天這個大盤它是開低增浪走低 收盤跌66點 那整個大盤今天會下跌 我相信我昨天跟各位談過 我談過昨天回這支撐是買點還會再漲 好 今天這個叫往下再跌 那為什麼會往下再跌 我相信不用我講 那個大家都知道原因 當然一個是美股一個是國際股市 國際股市包含亞洲國家 因為日本今天沒開盤 幾乎前面都下跌 好 那我們簡單的說 這個大盤它短線是受到國際股市影響 好 那既然短線受到國際股市影響 才造就今天這個大盤再往下跌 好 所以我們先從短線的部分來跟各位談 這個叫做天上掉下來的買點 天上 我寫錯了 天上掉下來的買點 提定啦 你如果說國際股市沒有下跌 我們大盤今天不會有這根 不會有這根黑黑 但是沒關係 我等一下再從幾個角度來跟各位談 我先從短線的角度來跟各位談 再來從中線的角度 因為今天禮拜五 禮拜五也收周線 這個叫做天上掉下來的買點 這個叫做天上掉下來的買點 今天天上掉下來的買點 是因為國際股市的關係 好 那我們先從短線的角度來跟各位談 第一個 日線的小溪波 什麼叫日線的小溪波 第二個 死亡交叉的買點 這是今天的大盤日線 好 大盤的日線 我認為這是一個ABC 簡單的說 大盤的日線是在禮拜二建高壓回 壓回昨天反彈 昨天是漲一點 那漲一點也是反彈 所以我們簡單的說 今天下來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小的ABC 這個叫小的ABC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死亡交叉的買點 我相信這個部分不會有人跟你講 我們簡單的說 從技術指標來看這個叫死亡交叉 你現在看得到的這個叫死亡交叉 所以這個叫做死亡交叉的買點 日線的小溪波加上死亡交叉的買點 這兩個條件成立的話 我告訴各位 下禮拜一 不用看晚上的歐美股市 你只要看下禮拜一的大盤 下禮拜一的大盤就會收紅轉折 這個小ABC完成它就是收紅 所以光這兩個部分 就可以造就什麼 造就下個禮拜一的大盤收紅轉折 有沒有收紅下個禮拜再來講 禮拜一收紅轉折是怎麼樣 ABC坡完成 完成之後完成的條件 沒有收紅轉折是怎麼樣 那個到時候下禮拜一 我再來告訴各位 第三個角度 這個叫做流空買點 什麼叫做流空買點 今天下來是不是補掉這個什麼 這個禮拜一的跳空缺口 禮拜一這裡有個跳空缺口 一個小的跳空缺口 對不對 小的跳空缺口 你如果看K線的話 這個缺口帶量 看K線缺口的話 這個缺口封閉有人告訴你多空異位 可是各位投資朋友 同樣的情況 在哪時候 在今年的12月16號 12月16號這一天一樣 它來補哪個缺口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跳空缺口 12月28號這裡有個跳空缺口 補完缺口之後 這個是流空買點 所以在往上漲 所以同樣的道理 這個下來這個叫做也叫流空買點 這兩個是預期同工之妙 預期同工之妙 第四個 昨天我跟各位講的 回測支撐是買點 對不對 這是前天講的 昨天是回測支撐 今天也是回測支撐 只是較大急速的支撐 好 較大急速的支撐 低點 今天低點是8537 我告訴各位低點就在附近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我們先從中線的架構來跟各位談 談完短線的架構 我們再來談中線的架構 因為今天是禮拜五 好 中線的架構我們來談這個周線 週線 8月20號在這裡我說過 這個叫做縮頭縮腳平台整理 7663不會破 下週收紅 隔天是7737 我告訴各位335坡的低點就在這裡 明天開始展開另外一波漲勢 對不對 7737 我告訴各位低點就在這裡 當週週線8月23 我說過這個叫平台整理的末段 對不對 下個禮拜收紅 在這裡 在這裡 而且我跟你說這個高點會過 我說會過高點 對不對 是不是像我講的收紅 收紅這個叫335坡的修正 已經告一個段落 未來會持續向上彈生 是不是持續向上彈生到這裡 沒有錯吧 過這個高點 過這個高點之後技術性的壓回 技術性的壓回在11月13號 8104 我跟你說這個空間修正 已經滿足時間 明天收紅轉折 隔天收紅轉折 再上去再下來8093 我說這個叫反覆震盪打底 把握機會經常買多 周線一樣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11月22號我跟你說下個禮拜 會收紅轉折 為什麼要收紅轉折 因為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就該轉折 就一定要轉折 對不對 這裡我說下周收紅轉折 在這裡我說下周收紅轉折 有沒有像我講的一樣收紅轉折 收紅轉折我說過這個是ABC 這個修正結束了 這個是12345的穿頭破腳 ABC破修正 對不對 所以隔周才能收紅轉折嘛 那這個到這裡結束 開始怎麼樣 開始展開怎麼樣 展開進入另外一段的漲勢 8476到這裡到這裡結束 進入另外一段的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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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禮拜是不是收黑 隔周是不是收黑 收黑有轉折 我跟各位講過什麼 我跟各位講過這個沒有結束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是一個五浪的架構 好 在隔周 行情沒結束 本坡能為五浪架構 還會再漲 對不對 這個高點是不是8501 在這個 這個都是 再來的我都講過了 這一週收紅 這個就叫ABC 一樣是穿頭破腳的ABC 已經完成 後市還會再漲 這12月20號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這個修正完成了 後市會再漲 所以它才能再過高 這是不是上禮拜 上個禮拜收紅沒有轉折 再創波段新高 好 這個禮拜 各位投資朋友 K線是黑的 但是它收盤價在上個禮拜 收盤價8535 這個禮拜收8546 我請問你紅還黑 它還是紅的 那它還是紅的 各位投資朋友 是紅的就沒有轉折 行情第一個 兩個重點 第一個行情沒有結束 第二個目前是53之3 我簡單的這樣子跟各位講 這個收黑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過什麼 這個收黑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過行情沒結束 這個是五浪架構 在這裡的時候 我跟你說行情沒結束 是五浪架構 對不對 隔週過高又收黑 我說過過高又破低 也是穿頭破腳整理浪 還是五浪架構 還會再漲 是不是隔週 對不對 這個過高又破低 又是一個穿頭破腳的整理浪 還會再漲 行情沒有結束 到哪時候 到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收紅 我說過什麼 我說這個是一個ABC 這是不是也是ABC 所以這個也是什麼 所以這ABC才能收紅 隔週才能收紅 同樣的道理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日線我認為怎麼樣 我認為這是一個小的ABC 既然這是一個小的ABC的話 禮拜一就會收紅轉折 跟什麼 跟這個一樣 對不對 那這個ABC收紅轉折 我就告訴各位 這個已經完成 所以後市還會再漲 是不是還會再漲 是不是又再創新高 好 在創新高 這個禮拜又創新高 有沒有轉折 沒有 有沒有收黑 沒有 那既然沒有的話 這個行情沒結束 那我是不是一開始 就跟各位講過了 在這個收黑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過了 這個是五浪架構 中線的角度 這是一個五浪架構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你去幹嘛 123 這個禮拜收黑也沒關係 這個禮拜收黑 1234 所以還會再漲 所以整個中線的架構 結束了嗎 還沒有 長線 長線我說過現在在走這一段 這一段也還沒走完 這一段還沒走完 這一段還沒走完 五浪周線五浪走完 才是這一段的完成 所以說長線也還沒走完 但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這一波空頭的反彈 很多人告訴你 現在很多人告訴你會上萬點 有的人看到9600 我告訴你9200 我告訴你9200不會過 所以各位 今天這個大盤為什麼會下跌 因為美股昨天大跌嘛 對不對 美股大跌照就亞洲股市全部都跌嘛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現在美國股市它只是震盪而已 未來才會大跌 未來大跌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各位 全球一起跌沒有一個國家能幸免 美股還不會死啦 美股還不會死啦 我跟你講啦 它這個高檔下來 它也要盤一個頭 要拌一個頭出來 要拌一個頭出來 它要拌一個頭出來 不會馬上死 短線會跌沒關係 但是它頭部還沒完成 所以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這一波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這一波走完之後將來會大跌啊 各位投資朋友 我問你的 這這樣起到這樣後面會大跌嗎 我跟你說一定大跌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 未來這一段行情走完 是你一輩子最關鍵的戰役 一次就能讓你翻身 一定要把握 所以短線也好 中線也好 長線也好 這行情結束了嗎 沒有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目前還在這裡 還沒結束 連這個都還沒走完 所以基本上 今天這不是我說天上掉下來的買點 不然什麼叫做天上掉下來的買點 大盤跌這一段的時候 我跟你說這個叫多鑽的 它沒有下去 有下去給你賺的 這也一樣 好 再來 漲勢看支撐不看壓力 要漲不會有壓力 跌勢看壓力不看支撐 要跌不會有支撐 那現在漲勢還跌勢 現在還是在漲勢嘛 漲勢就是看支撐 漲勢的時候拉回支撐嘛 就是這麼簡單 昨天我跟各位講過 我們這幾天給各位看的通通都一樣 現在我們再來給各位看 來 我用電腦給你看 剛才走去沒關係 剛才走去沒關係 電腦為什麼會盪掉 電腦盪掉 先從 我再開一個給你看 昨天給各位看的到現在都一樣 指標只有一個 30分線 拉近給你看 放大給你看 這是來 拉近給你看 這樣子 看得清楚嗎 30分線 好 到昨天為止 昨天在哪裡 昨天在這一根嘛 對不對 昨天是不是在這一根 我放大給你看 我把它放大 昨天在這裡 對不對 昨天收盤 一點半在這裡 昨天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這個道理跟這個一樣 沒有破 沒有破沒關係 今天一開盤就開破了 今天一開盤就開破了 支撐在這裡 最低點是多少 8588 8588 今天一開最高來到8584 當然 如果你做指數一個小波段 從哪時候 從這裡到這裡是一個小波段完成 一個小波段完成 你要做賣出的動作 OK 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做更大的波段 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跌破的時候 我昨天跟各位講過什麼 我跟各位講過再來就是 最多來到這裡 60分線 好 來到60分線 或者是什麼 下面這個虛線 也有支撐 對不對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我跟各位講過 空間 我剛跟各位講過 空間 大概就在這附近 我剛有跟各位講過 好 那為什麼空間就在這附近 我剛從短線的角度來跟你談 較大極速的支撐 低點就在這附近 今天最低 大盤 8537 來 拉近給你看 下檔 這個都有支撐 大概就8500多 我是不是跟你講 大概就是在8500多 對不對 我們來看最後一根也一樣 最後一根 大概就8540 8500多 所以怎麼樣 下檔空間不會很多 所以簡單的說 這個行情 如果說從短線的角度來說 這個叫做什麼 天上掉下來的買點 從中線的角度來說 也還會再漲 從長線的角度來說 也還會再漲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叫做短線 過高之後 一定會有技術性的修正 每次的過高之後 都有技術性的修正 一樣的道理 那等一下回過頭來 我們再來談談股票的部分 休息一下竟然廣告 馬上回來 下星期回來上班 換你了 薪資補貼好制度 工作家庭都堅固 跟媽咪說掰掰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製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零二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零 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顧得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過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匯資情專線 零二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零 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最甜蜜的投顧 顧得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倒快 學密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利打鼓也是代用 吹氣密窗 享用氣密窗 無分珠 好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剩下的時間談一談股票 我說過了 你有選擇 一個是跟我做 一個是自己做 那基本上我跟各位講過了 各類股都有輪動的機會 簡單的說 生計在12月19號 我告訴各位 生計股將風雲再起 本業會完成中期修正 後市還會再漲 對不對 是不是整理像我講的 整理到12月 各位同志朋友 你知道嗎 這大半黑的 會有漲的兩個 一個是汽車 一個是生衣 對不對 字勤 這一根 在這裡代表底部完成 所以我在12月19號 我跟你講的時候 的同一天 我會跟你講是怎麼樣 是因為我有帶貨員下去買 同一天 12月19號禮拜四 志勤收到訊息的時候 平買一下任意價位加碼買進 在這裡 不是買最低 因為他這個已經告訴你 這個低點出來了 低點出來就可以加碼 那所以是整個12月整理 整理到哪時候 昨天進入1月 昨天上去 今天再漲 對不對 然後呢 唐蓮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唐蓮也是一樣 志勤今天是開高震盪走高 唐蓮不一樣啊 唐蓮是怎麼樣 唐蓮是開個小低之後拉上去 那我昨天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有興趣的跟上 跟上我怎麼帶你做 各位同志朋友 這都是一樣 來 8點58分 手上沒有唐蓮多擔的人預掛107也買進 已經有了續爆破斷就可以了 今天最低多少 今天最低107.5 還沒開盤 還沒開盤 設107 最低來到107.5 10點19分 我確認這個最低來到107.5 它不會再來了 掛107買進的多單平盤以下 掛107買進的多單平盤以下 任意價位直接買 已經有的續爆破斷 這個一定都買得到 一定都買得到 好 所以簡單的說 升劑它也怎麼樣 也是整理結束了 未來還會再漲 所以說你手上升劑 上去沒賣下來 整理的過程你就可以加碼 那你就可以一筆短的去做什麼 做短線 一筆長的不做破斷 我說升劑是少數長線主流 我在會場講過 台灣股市長線主流兩個族群 一個是升劑 一個是金融 但是金融升劑有什麼不一樣 升劑股漲得慢 不是 金融股漲得慢 升劑股漲得快 兩個就差別嘛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族群 都處於長線的主流 那電子呢 電子有少數是什麼樣 是少數是多頭的族群 但是少數多頭的族群 到最後漲完了還是漲完了 所以除非說你在低檔買的 不然我不會建議你去碰 大部分都是空頭的反彈 十之八九都是空頭的反彈 當然你要去搶反彈 也要有搶反彈的什麼 的條件 最好是找這種底型出來的 這不是電子 這是陽明 對不對 我跟你講的時候是頭肩底 右肩 右腳 右肩的右腳 這風險最小 要搶反彈也要找這種的 像這個也是啊 這個都是底打出來之後的 這個也是電子股啊 這個也是電子股 12月上個月我帶會買的嘛 對不對 這個也是底型出來的嘛 那各位投資朋友 我買完它沒有每天漲停喔 這12月6號 這到昨天 這到今天 一樣 它有沒有受大盤修正影響 它沒有每天漲停啊 但是它底型打出來之後 我買完之後 它就慢慢墊上去慢慢墊上去 所以要買要買這種啦 像這種啦 所以行情還沒結束找股票做多 找股票做多是找什麼 找底部完成的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底部完成 而且還沒發動 一定是還沒發動的時候買嘛 像這個也是啊 一樣的道理啊 像這個也是 這個都是什麼 底型完成再整理 整理過程完之後還會再漲的 基本上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了 我都有幫你準備 那你要自己操作的 我們軟體有好多標的啊 每天都有 我今天要跟各位講 因為我們剛剛 因為時間不夠 簡單的說 你要自己做也好 跟我做也好 我們這個時候服務會幫你做 你不用去擔心年節的假期 好 年假的期間 我送你三倍以上的年假假期 有興趣的 歡迎你跟我們助理人員下旬 時間的關係跟各位講到這裡 最後祝各位週末假期愉快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請公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新來感受 是 我們下週三陣子 這次 我們下週一 time 你關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立刻用清水冲洗消毒伤口赶快就医